这个太酷了 可见光无人机 多光谱无人机 水稻涨时越好 它这个地方显示的就是红色 丰收的季节里 面对水稻的涨势不均 高科技手段轮番上阵 能否助力增产增收 小麦大面积倒幅 帮帮团专家实地查看 又能否找到减损降号的绝佳措施 如果这样的话 没有久了 七彩丰收系列节目 金色稻卖满粮仓 马上播出 金秋时节 在北大荒集团 建三江分公司的宏卫农场 先进的农机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每到收获之前 巡航飞机都要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 从空中看去 注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说起北大荒 很多人都知道 当年 这里曾经是人际罕至 沼泽纵横 野兽出没的蛮荒之地 今天的北大荒 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化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 一群年轻的北大荒人 用青春血汗甚至生命 经过接续的奋斗 把千年荒原建成中华大粮仓 在黑土地上创造了金灿灿的奇迹 今天红卫农场职工张建设和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张振亮 来到稻田查看水稻掌势情况 作为典型的第一代北大荒人 张振亮是七十多年前 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亲历者 出生在黑土地上的张建设 在农场的稻田里也耕耘了三十多年 然而 技术过硬的他们 今年却遇到了水稻种植的新问题 种植方法相同的两块稻田掌势却不均匀 有的水稻鼓励饱满 有的却空别 这边这个真的是法律 这咋回事这是多 现在我也没找出原因 头要是草秧的 还有青春 你说这 求助人张建设 种植水稻三十多年 求助问题水稻掌势不均匀 接到求助帮小妹前来实地走访 它有黄有绿 一说我发现像那一片感觉要枯了一样 对对对 咱们面前的这个还挺有 这个还好点 这还有之前水稻有出现这种问题吗 没有 就是今年出现这种问题 今年的水稻就没有往年 就是那个子力饱满 你看这个都立着的 它一立起来直播 它产量就不行了 都半碟子 有的半人 和四百亩整体长势相比 尽管长势不均匀的比例不算太大 但对于土生土长的农民来说 张建设还是觉得心疼得很 上屋坐坐 看上面还摆了好多照片 这都是以前的老照片 这都是八几年 九零年的时候 作为二代农肯人 张建设子成副业 黑土地见证了他们一家 曾经的艰辛岁月 也目睹了今天的幸福和收获 十二年代早就算一只虎丸 现在全国都在看这三江 没说看着北大黄 北大黄就看着千山江 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这地种好的 更有动力了 对 也有动力了 我们老伟先生也高兴 说谁得挣着钱 谁不高兴 为了帮张建设解决问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在水稻种植上 经验丰富的帮帮团专家 何培雄 帮帮团专家何培雄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农机工程师 为了帮张建设解决水稻 涨饰不均的问题 跟随帮小妹 何培雄来到了张建设的稻田 你看这水稻 这明显就是肥力就肯定不够 这场达姆现在水稻 应该至少保持三片叶以上 才能有营养 就是最多能有两片这片叶 还那黄了 你看查这链 你看现在才70多个链 正常应该有多少 正常咱们大概80到90 叶片少 子粒也少 继续查看中 何培雄还发现 水稻分裂的数量也不够 这些现象都把问题的原因 指向了缺少营养上 大哥你今天用的是什么肥 我这是在农场捅钩的 你那个配套生物肥了吗 去咱们农场 那个三公斤的生物肥 配了 后期还追肥了吗 后期我追了 同样的肥料 同样的施肥料 水稻却有着不同的涨势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看你这个 我知道 我应该知道你这个是什么原因了 你这个是不是今年 就是按那个农场 那个隔天改造 那个改造完那个地块 这不投一年吗 这都说农场这个政策好 我先试试吧 随着技术的进步 红卫农场开始推广 高标准化隔天建设 每个稻池 由原来的三亩左右 扩大到15或30亩 张建设第一批响应号召 对自家稻田进行了改造 其实隔天改造完有好几个优势 第一个呢优势呢 就是改造完之后便于 大机械化 这个签呢 那个签就100多米 机械做的时候不用挑头 作业效率非常高 第二个呢就是说 有效耕地面积增加了 原来可能是有100多个尺子 现在变成10个尺子 就它那个梗子啥子都没了 就种地的面积增加了 这是咱们隔天改造的优势 三到五年来 全面农场的面积 基本上都在改造完 咱说隔天化 它就是平平地吧 是不是 把这小尺子 原来的田梗变为稻田 增加了土地利用率 重要的是隔天改造以后 土地变得更平了 利于水稻的生长 那为什么张建设的水稻 反而会出现问题呢 大哥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改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 就是稍微远吧 这个改的时候吧 这池的它有 咱说各池的不一样 这一落屏以后 也看不出来 对对 是超平地把边上的 那个有机局的土 全刮到这边了 那边的那个露出来的 是那种 就是生土 那边同样相当的 就没有有机 有这个含量非常低 你把好土全给刮到 聚笼刮到这边上来的 所以说你看这一圈 就是明显看着 这一圈的肥力比较大 田梗上的土地肥力低 稻池里的土地肥力高 把几块小隔田 平整成一块大隔田以后 如果还按照 以前均匀施肥的方法 整块稻池里的土地 肥力变得不均匀 就会造成水稻涨势不均匀 所以说张大哥 你这个地呢 就得使用咱们 现在农场推广的 这个叫变量施肥的技术 咱们通过这个 变量施肥的办法 让地里面的营养和肥力 基本上一个尺子 达到均匀一致 这样的话水稻 它就展示就比较均匀化 同样都进行了隔田建设 河培雄的稻田 是否和自己的稻田 存在差距呢 变量施肥 真的能解决水稻 长是不均匀的问题吗 你看张大哥 这个就是我负责的 一个示范区域 咱们往那边看 实际上水稻地看看 它这道子就是好 您看张大哥 这道碎基本没有干瘪的 都是比较饱满 你看我那个就不行 张大哥 你看这个地吧 就是肥力比较均匀一致 从上面看颜色 就是肉眼看颜色 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你看同样的是隔田的 你说我那地长得 就高的高 矮的矮 黄的黄 绿的绿 您这一亩的话 能达到多少产量 咱们先出去实测一下这个 测量水稻的理论产量 第一步 要量出21株水稻的珠距 和21株水稻的航距 计算出每株水稻所占的 平均面积 就可以得到每亩水稻的珠数 第二步 数出20株水稻的分念数 取平均值 找到分念数 是平均值的那株水稻 作为样本 平均数22 第三步 分别数出两株样本水稻的 古力数 通过公式计算出 一株水稻的产量 再乘以每亩的珠数 就可以得到每亩的理论产量 现在挺先进的 对对对 这个仪器数都比较准 1154斤 就是说折算 损失都折算完了是吧 对 经过现场测量 何胚雄这里每亩水稻产量 达到了1154斤 无论涨势还是产量 都比张建设的稻田 好得多 这样的差距让张建设非常想知道 如何去实施变量施肥 何胚雄决定带他先去一个地方 他需要借助更多的科技手段来帮忙 这就是我们跟农场 整个跟冬农合作的 一个叫制服农业的大数据管理中心 就是实现了咱们这个全场 农业大数据的管理和分析 现在高科技正好 那我的田怎么解决 现在看到的这个图 就是刚才咱们看那个示范田 可见光的展示 咱们还可以有高光谱的那个展示 你看越红的地方 长实越好 通过这些专题图 还有通过咱们的图案数据的分析 最后生成了咱们那边的那个 就是叫变量施肥的专题图 这些数字是代表啥吗 这些数字都是咱们 你应该施多肥 你看提示的有20公斤的 有18公斤的 就可以一目了然的 那个红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肥力比较大 你施肥的时候 就施18千克就行 如果那个蓝的地方 就是现在肥力比较小 你施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施20 25千克 有这个好 有这个大叔 就养肥 我可以知道 每块地的缺多少肥 解决的方法有了 河培熊决定 明天就给张建设的稻田 实地测量 河培熊带领着团队 一早就来到了张建设的地里 河培熊今天的计划是 首先测土 确定土壤里的营养含量 其次利用无人机 收集水稻生长数据 最后结合两项数据 生成变量施肥处方图 多光谱无人机 是利用光谱对稻田 进行扫描 通过收集水稻上 叶绿素的分布信息 来判定水稻的长势 你看这个多光谱的监测 它就是说是水稻 长势越好 它这个地方显示的 就是红色的 我知道这红色 面积越大 说明我这块 就长势越好 那何老师 就这个飞机 和那个飞机是一样的吗 它拍的是可见光的 对 它就是一个航测的数据 可见光无人机 就像照相机一样 利用感光摄像头 拍摄视频或照片 监测水稻的生长情况 这个太酷了 它开始盘旋了 你看看哦 无人机飞越水稻 收集水稻的生长数据 和培熊 结合航测数据 和土质化验结果 进行综合分析 伟章建设的稻田 生成变量施肥储方图 按照这个储方图施肥 明年就不会再出现 水稻涨势不均的问题 九月底 北大荒丰收的季节到了 放眼望去 一幅现代农业丰收的新画卷 正在这片黑土地上 铺展开来 一台台大型收割机 运粮车 穿梭在飘香的金黄道浪里 民以食为天 食以粮为本 粮食生产 是支撑起人口大国的物质基础 也关系着一个国家 国际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 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在中国大地上 除了水稻 小麦也是餐桌上的 另一大主粮 每年的卖收时节 从江淮卧野到华北粮仓 一场场热火朝天的 丰收战正在上演 大风过后 河南农民村有名的 100亩小麦大面积导福 面临严重减产 也是全家人的戏 也是咱的全家人的收入来源 再有20天就要成熟 导福的小麦 是否还有挽回产量的机会 七彩丰收系列节目 金色盗麦满粮仓 正在播出 卖收前夕 河南部分地区遭遇大风 田园帮帮团栏目组 收到了来自河南新乡市 货家县农民崔永明的求助 货家县农民崔永明的求助 货道了这么多 你看 你看活着 就跟十公斤压过去一样 到这个时候 收了这些钱 马上都要收货了 这个军事 他里 求助助人崔永明 种植小麦300亩 求助问题 小麦倒幅面临严重减产 急需帮福挽回产量 跟随崔永明 记着来到了他的麦田 这个就您的吧 这是我的底 这么严重 这批麦田有一百亩左右 放眼望去 原本应该直立生长的小麦 只有少量保持直立 大部分都被风吹倒 影响还不止于此 这些倒幅的小麦成熟后 机器收割难度增大 操作不好 还会再次造成损失 经历冬季的干旱 春季的低温 精心守护八个月的小麦 却因为一场大风 即将面临严重减产 那风是一下子起来了 你看着风 你看着风 哇 这把树都关掉了 呼 是这样一直吹 当时都担心塞不着脚 那根本都塞不着脚 早上四点多 天蒙蒙 刚凉一点 我都落地了 落地以后 一开始是砍着它 好一点 我都快走到这边 一砍以后 我说 歪了 歪了 我说 这歪了 我这不是堆到那边炒呢 跟那一看是堆那 好了就坐那了 看着满地倒幅的小麦 翠永明满脸焦虑 距离成熟还有20天左右 小麦正处在灌浆中期 麦穗已经开始微微发黄 这时 蜘蛛通过光合作用 转化的淀粉 蛋白质 源源不断地注存在脉粒里面 脉粒逐渐饱满 正是形成产量的关键阶段 天哪 管价管不好 到树是四伙 这个字一干一好 都成个B字 所以产量就下降了 那是 这些影响都是产量 最低 百分之里 是到百分之三十的减三 正常这一亩地的产量在多少 正常的一亩地都是在 一千到一千三只当中 那你这样的话 最少在二三百斤的减产量 看着导福的小麦 53岁的翠永明心疼不已 然而 记者很疑惑 大风过后 为啥相邻地块的小麦 却并没有导福 因为浇水的原因 这个印刷都 的确是 这边是干的吗 这边是干的 还真是 这一浇一好 这个兔都松软了 一松软一好 一遇大风它挂到了 它那个根部就不吃劲了 对 在当地 小麦五月初开始灌浆 麦里中的干物质积累 急需水分 因而农户都会浇一次灌浆水 而翠永明在5月13号 灌浆水还没浇完 就收到了大风预警 一遇到大风好了 我不敢浇了 因为大风预警 这边已经浇了 航拍可以看到 浇水的时间离大风越近 导福就越严重 重量五年 小麦大面积导福 崔永明还是第一次遇到 崔永明想知道 还有什么办法 能挽回一部分产量 为了帮崔永明解决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 邦邦团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 种植小麦经验丰富的 邦邦团专家 徐方子 邦邦团专家 徐方子 高级农艺师 种植小麦3000亩 河南省中阳先进个人 为了帮崔永明解决问题 徐方子来到了 崔永明的麦田 崔哥这块地 它这个岛就是因为 13号浇了一次水 然后15号大风一下 就给吹成这样了 13号 听到这里 徐方子很疑惑 崔永明为什么 5月13日还在浇灌浆水 根据咱环境线 多年来的紧要条件 5月10号以后 随着温度的升高 那个枪带流天气的 感觉是原来也大 在当地 小麦5月初开始灌浆 灌浆水一周左右浇完 5月10日以后 随着灌浆速度加快 卖力开始慢慢饱满 麦穗逐渐变沉 如果这时再浇第二次水 遇到大风肯定会倒浮 而崔永明恰恰就是 又浇了第二次水 导致遇上大风 小麦倒浮 那这底还是腻的 你不知道这小麦往后 满头越来越沉 你脚把底一后 这个小麦倒浮的风险 都刚打了 知道呀 你知道你还在这中浇水 这个当时有啥 我也好开始浇 浇完一后 听了几天上庆不好 上一次我可能浇了也有点 不淘 我再补一下水 我要浇这个水分 冲水一点 提高产量 产量比较好一点 重量五年 崔永明知道 灌浆的好坏 会直接影响小麦的产量 也知道未来 可能会遇到大风 可由于天气干旱 浇了第一次水后 发现伤情仍然不好 浇不浇第二次水 它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假如说 如果浇过水以后 这个屋要增产5%到10% 最少是560斤增产 甚至多的话就是一万多斤 这一百多木就是说 我一算也 这也一万多斤了 相反如果不浇这次水 缺水的这100亩地 就要少收一万多斤 权衡之下 他决定浇第二次水 你要浇了第二次水以后 你看这么全倒了 假如说这风 万一两天 或者没有持续这么长四年 没有这么大 5%都增产了 那你这不是还是 保着交响心理 可是交底的 徐方子的一席话 让崔永民深受触动 这一次我这教训也深刻 确实我也心疼 这个以后不能这样交响 你看这个还不交的办法 同样经历过灌江七小麦倒夫 徐方子知道 能否挽回部分产量 关键还要看小麦倒夫的具体情况 我在2017年的时候 这个倒夫比这个还要残 2017年5月19日 同样是这个阶段 霍家县也发生过一次强对流天气 大风带着降雨 徐方子三千亩的小麦 几乎全部倒夫 相同的遭遇 让他对今天的帮扶 也多了一份责任和经验 我给你说我给砍哪里 我砍这个井盖这中间又没有这短 它现在仅仅是浇水以后伤情 水分过大 风一来以后 就是一个根本这样 到了以后就说 它这下边的阳粉 还刻意往上面积蓄输送 也就是小麦的管经 还刻意积蓄集性 其实我刚才一早 一早几次烂了以后 我非常担心那问题是啥吧 我非常担心是井士 比如就这 就是个意思 从这这短的话 这个阳粉到这都停滞了 那么这个 那将来这个小麦 它竖了以后 它现在管较到什么程度 它脚是管较到什么程度 这样的话 没有脚了 你说我这块地还好的点 我现在给你 吃几个顶筋味 在后边采取一些措施 把这个碎势减销都转销 徐老师说完这片小麦地 还有挽救的可能时 就是催根的脸上 明显有利一丝丝效益 但蔡永明还有担心 现在距离小麦成熟不到20天 麦穗的顶部已经微微发黄 补救能否还来得及 赖即来不及 主要是砍碎 就是砍小麦这个气盐 就是小麦嘴上面这一片盐 所以叫做气盐 特别是在小麦进入灌浆期以后 营养有50%以上 就是靠它来输送的 倒服过以后 一大部分的气盐 全部在最上面 只要这个气盐 它的绿色部分占70% 就是我们后面的 所采取的这些补救措施 就是有效的 就是可以的 就是有希望补救 有补救的希望 鉴于倒服小麦叶片堆叠 光合作用效率下降 徐方子建议 尽快喷湿 磷砖二清甲 这是一种可以直接 被叶片迅速吸收的叶面肥 它里面的磷元素和甲元素 能提高叶片光合作用的效率 加快卖力的灌浆速度 增加灌浆速 那么到时候在熟化的时候 在这个碧里里 采出碧里里扛的角度 币子是都消了 给出挽回产量的方案 徐方子却并没有轻松 徐方子知道 现在已经到了 争分夺秒的时刻 那你关键黄的很快 黄的非常快 你需要做也好 对 为了尽快喷上叶面肥 多挽回一点产量 徐方子计划 调来合作社的两架 无人机喷杂作业 半个小时后 合作社的机首 带着无人机赶到了现场 来 再走 然而导福的小麦 平铺在地上 无人机作业的难度 就在于如何 让下面的叶片 也能喷杂到叶面肥 速度咱买的 高度咱降低的 降低高度 放慢速度 靠着无人机善叶的风 把导福小麦微微吹起 让叶面肥能喷杂到下面 同时 无人机的风量 还不能对导福的小麦 造成二次伤害 半个月后 新乡市货家县4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 一年一季的卖收开始 一辆辆收割机 日夜不停地 在金黄色的麦田里穿梭 而对于崔永明 导福小麦的收割 机首采用了 放慢收割速度 降低收割台高度的 逆查收割方式 最终实现了 每亩1100斤的收成 2024年 中央一号文件 把抓好粮食生产保工作为重点 明确了稳面积 增单产的主工方向 而这离不开 千千万万个重粮人 在田野里的守护 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守与努力 才有了这金秋时节 大江南北 金色稻脉 满粮仓的壮丽景象 优优独播放